好,同學,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關於這個粒子的概念 因為呢,我們已經學過這個化學反應室 其實每一個化學反應室的最小單位是什麼呢? 就是粒子,比方說我們一個最簡單的概念來說 我們知道如果你把碳,就是木碳的碳,拿去燃燒會產生什麼? 在氧氣很充足的情況之下,會產生二氧化碳對不對? 那同學,這個我們雖然不知道是是這樣寫的 那請問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如果你有一個很厲害的顯微鏡可以看到這個發生的一瞬間 那它應該長什麼樣子? 它應該長的樣子是這樣 我假設碳我是用一個這個符號的表示 一個圈圈再一個十字,這是一個碳,這是最小單位 我們知道說原子論就是說物質的最小單位就是什麼? 就是原子構成對不對? 那碳是有什麼構成的? 木碳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就是碳原子對不對? 一顆一顆的碳原子對不對? 好,所以碳原子假設是這樣 那氧子,請問氧氣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要用原子來表示它長什麼樣子? 氧氣是幾個在一起的? 兩個,O2對不對? 所以氧氣應該要怎麼畫呢? 兩個圈圈 兩個圈圈對不對? 這叫做氧氣對不對? 這叫氧分子對不對? 可以嗎? 好,那這兩個起反應之後應該長什麼樣子? 就變成二氧化碳 就是一個碳跟幾個氧結合? 兩個氧結合 兩個氧結合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來表示 所以同學,其實呢 這個就是化學變化的最小單位 知道嗎? 那你拿一塊木碳 只是這樣那個怎麼樣?變多 你用氧氣也是這個怎麼樣? 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很多的碳跟很多的氧 產生很多很多的什麼? 二氧化碳,不是水氧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化學反應的基本單位 所以他們的比例應該是一個碳跟一個氧 氧分子產生一個什麼? 二氧化碳分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這就是關於這個粒子的概念 好,那所以呢,同學 可是問題是因為怎麼樣? 這些粒子是非常非常的微小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去測一個碳的重量呢? 有點困難對不對? 知道意思嗎?就是它太小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比較它的重量呢? 好,所以要介紹的是原子的量子概念 我們知道 比方說,同學 一張紙 我如果要叫你去量厚度 你可不可以量得出來? 很困難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不要量一張紙的厚度 你要怎麼量? 用十張張 你可以用幾張紙? 你可以用100張紙 對不對?然後再怎麼樣? 除100 除100就是一張的厚度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要知道一顆原子的重量有多重 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拿一堆原子來做對不對? 然後趁重再處理那個舒服就得到 對不對? 就得到那個一顆的重量對不對? 所以其實,原子量概念是這樣 就是 因為一顆很輕,然後你量不出來 所以他們會互相比較 那可能我今天 我今天 只要問你一件事 就是 這兩張紙的重量有沒有差異? 你覺得有沒有差異? 有 應該是有 因為這是回收對不對? 這是叫做菜籠子 這是 買來的A4還有紙對不對? 那這張紙 這張中紙會不會有差異? 應該有對不對? 那我問你 如果一樣,到底問你說 這張紙跟這張紙的重量差幾倍?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 就拿100張這個 跟100張這個 去比較對不對? 那筆出來的筆值應該就是一張的筆值 因為一張筆是這樣 那100張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同學其實 那總而言之就是要用比較的方式去比出來 你知道嗎? 那因為呢,同學 科學告訴我們幾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一個原子的重量是由誰決定的? 是由原子裡面的什麼決定的? 原子核決定對不對? 所以如果 一個原子它有一個原子核 應該說它有一個質子 跟一個有兩個質子的誰會比較重? 當然是兩個質子比較重對不對? 那電子的重量可以被忽略對不對?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原子量要說原子的質量 要怎麼比較呢? 首先第一個 它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第一個,原子量指的是原子的 相對 相對 相對的質量 它不是 相對 而且它是比較出來的 相對比較的質量 好,所以它不是一個真正的質量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 那怎麼比呢? 好,那麼其實比的過程有個歷史 就是它的歷史是這樣子 好,最早呢,是那個道爾潤 我們知道道爾潤就是所謂的原子論的創立者 對不對? 它怎麼說呢? 它就說 它呢,它就已經這樣 它說 氫 它把氫當成E好了 氫H等於E 可以嗎? 因為我們知道最 這世界最氫的元素是什麼元素 就是氫 它是E 那為什麼它是E呢? 因為它是 沒有怎麼說 對,它只有一個子子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E 那你可以很 你可以 然後它就拿 我們這樣想 它就拿 一罐 那個氫 氫氣好了 再跟那一罐氫氣去比重這樣 知道嗎? 然後用相同的體積去重 就像說 一斗米 知道嗎?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顆粒的數目是一樣多的 好 所以它就去秤 它發現說 如果氫是E的話 氫氣的質量它的四倍 所以它怎麼寫? H就等於多少? H1就等於四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跟氫是幾倍 就是你質量有多少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就用氫做決定 那後來呢 這個 國際原子量委員會 有一個委員會說 因為氫太難找 而且氫有很多同位數 可能就不太準 那用氧好了 所以後來又說 用氧 用16來表示 然後呢 但是這個呢 又怎麼樣? 氧因為又有很多的改變 所以又不是很方便 沒有就是 總之呢 他們一直在開會 決定說用什麼來當標準 是最好的 那 到後來呢 用什麼 目前今天為止 是用什麼來當標準 我們直接講 好 那後來呢 到了今天是用這個 這個叫做 國際純粹 以及應用化學聯合會 叫做IUPSC 這個組織 IUPSC 它是這個負責 制定一些化學的標準 的一個委員會 它決定怎麼樣呢? 決定以 人 以人來說 我們身體最重要的元素 是什麼呢? 是碳 好 因為 有記錄就是含有碳 對不對? 不管是DNA 蛋白質 脂質 或者是 什麼糖分 都含有碳 所以後來決定用碳 那它把碳代表什麼呢? 用碳12來表示 就寫 C等於12 就是決定說 全世界呢 就是用碳原子等於12來表示 好 碳12 那可以怎麼表示呢? 就寫 C12 因為我們知道寫在左上角 代表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質量數嘛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這樣寫 碳12 好 所以這個要稱為 C等於12 或是碳12 或是中文叫做碳12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來 好 現在有個標準 就是 呃 就是碳12 就是當作標準 比方說你們班 欸 最輕的人是誰呢? 我 最瘦小的人 我啦 好 假設陳愛姐好了 假設陳愛姐是 我們把 因為假設你們是一個很輕的原子好了 那陳愛姐很輕 它的質量就是1 好 那我 我跟他去秤重 我就發現我只是兩個陳愛姐的重量 那我要寫多少 2.5 2.5 假設我2.5個 那我的質量要怎麼表示 就2.5個陳愛姐 這樣子 不好意思嗎 好 那如果有某人的 重量是他的三倍 那請問要怎麼表示呢? 就3個陳愛姐 好 所以他就是用個標準去比較 而來 你知道嗎? 去比 相對而言 所以 就是 那我們原子的世界是用碳做的標準 碳叫做12 碳叫做12 所以如果有人是碳的兩倍重 請問要叫多少 2.4 2.4 好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嘿 因為氫就是它 當時是因為可能考慮到用很多的同輝素 就是 可能在自然界的氫有很多種 所以可能會有誤差的問題 對 其實碳也有同輝素 不過因為 碳是最容易取得的一種元素 好 所以就 而且它比較容易操作 它不會飄走對不對 好 其實可能會飛走了 可是碳比較不會 好 總而是他們那個化學聯合回合 他們有他們的決定的方式 他們最後決定是用碳12來決定 你知道嗎 你當然說 為什麼不用那個人 我要這個人當作標準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這樣子 好 只是告訴說有個標準叫碳12 好 那麼呢 以碳為12的話 其他在跟最 跟它比較 就會知道說你的質量 你知道嗎 好 今天是氧 假設我們來舉個例子 好 有一個科學家拿到一個未知的元素 那我們知道它 假設它是一個氧 好 那氧的質量呢 原子質量 他們 他們用天平的方法去秤 反正就是去秤重 秤出來呢 結果發現呢 它是碳12的幾倍重呢 是三分之四倍重 那請問 請問氧有多重 氧的原子量等於多少 如果碳是12 那它是12的三分之四倍 那請問氧有多重 我們來算算它好不好 氧呢 是 O等於 三分之四個碳12對不對 那因為碳是12嘛 那它是它三分之四倍 所以就三分之四算12 所以氧有多少呢 這個數學會不會算 約一分 再乘以4 所以多少 16對不對 好 所以氧的原子量就叫多少 16 好 這樣可以嗎 再舉個例子 氧 氧原子是碳的十二分之一 那請問氧有多重 氧 是 十二分之一的 碳十二 請問氧等於多少呢 就12乘以十二分之一等於多少 等於一 對不對 好 所以氧的原子量就是一 可以嗎 那再譬如說 鎂 好了 鎂原子是氫的兩倍重 還是碳的兩倍重 請問鎂有多重 鎂是氫的兩倍重 鎂是氫的兩倍 鎂是氫的兩倍 二十四啊 二十四啊 二十四對不對 鎂 是mg嘛 是 鎂原子啊 是碳十二的 兩倍 好 所以鎂原子就是多少呢 就定為二十四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每一個 他們都這樣子比較 比較比較 比較到後來就是 每一個元素都有它的什麼 數值出來 這樣可以嗎 那這些數字呢 同學不管是氧是十六 或是氫是一 或是鎂是二十四 這些數字要不要背呢 不用背 題目都會告訴你 你知道嗎 你只要看得懂就好 而且是嗎 看得懂比較重要 不用背 所以題目會告訴你 所以請你不用死背 好 那麼呢同學 請問這個有沒有單位呢 沒有 這個有沒有單位 沒有單位 因為它是比較的 知道嗎 沒有單位 可是它可不可以有單位呢 可以有單位 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給它單位 就是 以氫來說 因為倒吞說氫是一對不對 其實這樣比出來 其實氫有沒有改變的 還是一樣的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它就把一把它叫做一個倒吞 沒有 這是紀念倒吞 所以 氫的話就是一倒吞 其實課本是告訴你沒有單位 那現在有人用單位 其實有人用單位就叫倒吞 所以一倒吞有多重 就是一個氫 那請問氫有幾個倒吞重 十二個倒吞 好 減血就是低 蛤 對 就像說 你的重量可能是一個陳愛傑 兩個陳愛傑重 好 因為如果他 如果陳愛傑很偉大 那以後大家單位就叫陳愛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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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倒吞真的很偉大 所以他就用名字當作那個質量的單位 可是這個在生物很常用 生物的話就是 像我以前在生物做研究的時候 他們說 那個像什麼 某種蛋白質 像我這邊查到一個是 牛的血清蛋白 牛血 因為這是一個很常用的一種血清 牛血清蛋白呢 他會跟你講說它的分子量 因為它是分子構成的嘛 我們知道原子可以構成分子 他會這樣寫喔 他寫什麼 他寫66kd 這是什麼意思呢 k什麼意思 千嘛對不對 我們知道說 22k就是 兩萬二 好 所以66kd就等於 6600 倒吞 D就是倒吞 倒吞的英文叫做 倒吞 減血為D 我會掉D A 所以 6萬6千倒吞 就是 牛血清的重量 這樣可以嗎 好 因為以後你們如果做一些研究 會知道說 那個分子量的重量與否 他會決定說一些 一些他的化學的性質 所以 會用的到 再做那個什麼電容啊 的研究會用到 好 不過沒關係 大概知道這件事就好 這個沒有會 這不會考 知道就好 好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介紹一些 常見的原子量 好 這節課就先介紹原子量就可以了 原子量跟分子量 好 那同學 所有的原子量 你唯一要背的是誰呢 碳 因為它是標準 就是碳等於多少 12 然後背起來 其他都沒有背 其他就是 會告訴你 好不過我們還是來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讓大家有個概念 好 以原子來說 我們來介紹一下 好 原子如果是氫 請問它的原子量多少呢 剛剛說過是多少 1對不對 很少1 好 氫的話就是1 知道一下 再來第二個是碳 4 12 好 再來呢 你有個概念就好了 不用10倍 那氧呢 剛剛說到 16 16 14也有 不過14不是氧 14是什麼 蛋 蛋 蛋是多少 14 14 好 再來往下 呃 還有什麼呢 0 0跟流 好先寫0 0 沒有0 有隔壁那個p 我等 是 1 5 5 7